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文师修 就是听闻 听闻见地修 就是配合禅定 法门呢就很多 就无量 就学呗 对自己有时候有些法门是给别人 度众生学的嘛 帮助别人学的 有的是自己用的 就是这样子 继续修吧 对这个世界就是 你不够富贵 这个富贵不是来自于 你在这个世界没钱没缺失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 有些孩子经历的就是 他年龄小啊 经历不够多 富贵呢一个来自外在的修行的 就是经历的很多 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 什么都享受过 或者他知道 他理解过 或者这个人情奇书画 达到个顶尖就是他在 不管是在这个 记忆方面就是情奇书画这些 记忆方面或者是他 他见多识广 或者行万里路啊 不完全说这个这个人他 他坐在这儿的时候 假如说他坐在这儿啊 来了很多时需或者 什么这个厂怎么触动他 他的定力自己就在那儿 他很淡定你看他他经历太多了 或者这个人阅历很丰富 比如以前那些革命烈射 这些杀多战场的那些啊 你看那些老红俊 或者他坐在那儿很淡定啊 就是他他战场的 还有内政境界有一种就是 还有一种就是我在 他在禅定里边他在山里 他没出过洞 但是他的内政境界很丰富 他可以穿越维度 把全宇宙就转完了 就是也是读完结束 只不过他是从你走了 内政境界特别不 他坐在那儿也是这种 就是一坐在全世界跟着他安静下来 就是那种那种境界 就是很富有的那种 就是很富有的那种 这两种都可以定力自来 就是说他不用修 他坐在那儿就能够就是万约放下 就是你不用他一起修就很 但是你现在在努力的修正这些 你知道吧 你想坐在坐地上修 获得这些 你需要这样广大的坐在这儿 无我的这种定力 知道吧 你要靠无我来达成 你既没有十阶行万里的读完结束 你没有穿越全世界的 我们的质量倒也不够 你也不可能穿越完 是吧 你也不可能啊 跟从三角九楼缺打完交道 或者是你青棋树化到了顶尖 等等这个世界荣华富贵 却看过了 我们的内政境界也不够多 也就是说 就是很多 就内外不够多的话 有神变神通都没出来 定力不够 那你这个富贵就 就是很容易 你这种就很容易 我们就很精进的修行 但很容易被进转 被释出去 不管你在寺院里边 还是在家里边 还是来道场 这个道场 一旦三角九楼过来 或者是什么 它会对你的冲击 你马上就做不做 马上就一句话 什么就是冲击特别大 对啊 然后你努力的想成道 努力的想成道 这样就很容易 就像有种烈士精神做人 就是这种 这就是 但是我们的富贵是从第一步 开始怎么来的 诸佛菩萨的富贵 还有我们 从释迦牟尼佛这来 你要一定要知道 当你接触到释迦牟尼佛的 最高之界的时候 尤其法华经在这儿啊 最高之界的时候 华也不是说富贵 就是说他进见神必啊神都这些 法华经的富贵啊 就是你是如来 你本性是佛 不管你这个肉体是缺个部 短腿你是聋哑还是什么 你都是完美的 你的空性是完美的 而且空性在这儿 最主要是他没有丢 不管你轮回了那么多次 他一直跟着你 是你一直不知道他在这儿 你的空性如来是在这儿的 你的空性在这儿 你完美的你在这儿 无所不能的 天上地上 唯我独钟的你在这儿 现在你被这个相转了 你照着镜子看见自己是女人 是男人 是美丝丑是构是镜 然后看看众生也是 也是镜子里别看的 是美丝丑是构是 你在不断的定义这个世界跟你自己 然后制造各种梦境给你自己 不断的制造 知道了 所以谈富贵 这些都是像 你继续修 继续修下去 然后那个气 你是如来 让你的气 广大 就是坐在这儿 否则你很容易就像 就是修行 就像一滴水 你如不在大海里 知道吧 如不在如来的大海里 就是很容易被风吹走 知道 很容易没修完 就是修很久 很精进 在做那儿修得很精进 但是呢 但你的心是 我觉得你不富贵 你也不自卑 你不贫穷 但是如来的境界 远远的那种 当我们获取了 释迦牟尼佛的东西的时候 真的是佛在这儿啊 是吧 你怎么能够自卑呢 贫穷呢 知道吧 你以前是一直金钱名利来获取 觉得你很富有 你现在是一直的佛法 你要知道啊 释迦牟尼佛地球上最高的 你拿到了释迦牟尼佛的真理 就是空性正见 你去外星球看看 知道吧 都给你顶礼的 知道吧 所以我们我们的富有 有时候不要以为你 我们这个世界是名牌啊 或者按牛豪车啊 或者很富有啊 佛弟子要富有啊 你真的认为那个法很重要吗 很富有吗 知道吧 他真的是佛法难闻啊 精益闻啊 你真不知道多难 你得到正法有多难闻 就是内心那种骄傲 就是一旦你获取了那种骄傲 那种富有 简直已经 就是说你穿着破衣蜡衫 你身上会放光的 如果你的心是骄傲的 富有的 我相信你现在披着麻袋片 站在那儿 你一定是神中第一 你真的会放光的 你拖着脖 你披着烂麻袋 不是你出家了 是你知道了佛法第一地 你站在那儿 你一定会放光 因为你自豪啊 因为你真的依止了法 真的依止了法 在生命里边 你的生命 你的心里边 依止了法 依止了佛法来成为你的 最重要的东西了 而不是通过这个佛法下 获取一点人世界的欲望 满足一些你的欲望 或者获取一点明文力啊 那么你会活得很虚伪的 你要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心真的依止了佛法 你的骄傲 你的富贵 你会从你的每一个地方 散出来 你坐在那儿 光芒四射 知道 就算你缺了个胳膊 缺腿也行 光芒万丈 你斜眼崴嘴 没问题 光芒啊 它会从你的心里射出来 知道吧 去一直 一直你获取到的东西 免是这个世界所有的 知道 来这个 继续天稳修行 以你获取佛法来作为自豪 知道吧 你刚刚学的那个内观 就是继续就按照它交易的方法 打动 可以 内观也不错 内观就转了上下上下移动 是吧 对上下移动 我也没学过 刚初修我觉得这个访问还不错 因为初修我们的 你看我们的百日珠记里边 它那个音乐也是移动的嘛 一个脉络一个 因为初修我们很多的地方不是堵了嘛 有些有病的 有些什么 因为我们用度少 实在是 但是现在 如果你们现在每天 还就像古时候 灭草 被朝街的劳动 每天在地里是要 挣装甲 劳动足够的话 你就不需要用度啊 动工就少一点 现在实在是 就是坐在那儿就乱想 或者轰尘啊 就是 就是用动很少 就在空桥房 那么它这个 不管是动工的配合啊 太极啊 或者战装 这些动工的配合 或者大礼拜啊 还有你坐在那儿移动啊 对初修都是 刚开始是清理一下 进化是对的 但是你随着你修柴底 慢慢就升行不动了 如果清静了 就不要动了 又移动了啊 先学着 嗯嗯 先学着可以 其实你没有说 是哪个法门 说特别的 你哪个法门都可以 嗯 对入门 你从哪个法门 入门都行 你就把一段 网站上的那些 经典推荐的经典 看一看 理路上 因为你现在问我这个 还是你在理路上 不透导致的 嗯 因为法门就是方法 你不会为我这个钉子 拿锥子拔 还是拿茄子拔 因为你懂啊 钉子 你那个死力方向 你会啊 拿啥你捏住 死力出这儿拔 你是拿改锥拔啊 拿采子 拿茄子解 是吧 你不会因为你熟 那个钉子的方向 拔的方向 现在你不知道方向 就是有些东西 你还迷茫是你不熟 不会用这些法门 那些法门 就像茄子 改锥子 就像各种工具 你不会用 是你不知道要拔啥 或者是你那个钉子都不熟 你拔啊 是吧 你不知道要破啥 是吧 你是要停下妄想 是吧 就是停下我们的迷失 就是这个妄想是停不下来 它叫妄想 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可停的 你只是如如不动 在支界上是这样的 但是你现在明显的是散乱嘛 好 你看所有的修行都是身心不动 佛说身心不动 比喻说 如昏浊的水往下沉嘛 刚才我这样 虽然身心不动也是个幻境嘛 是吧 镜像嘛 但是这个这个境界可以帮助你解脱 知道吧 帮助你觉醒 定可以帮助你觉醒 所以你在修行过程 虽然所有的境界都是幻境 因为你你休息 比如登地 一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都是境界 都是境界啊 你功夫也是个幻境嘛 是吧 你说你登地了有功夫 还不是幻境嘛 都在梦境里面 你还没有觉醒嘛 没有觉醒了嘛 是吧 但这些境界 你知道吗 它是不一样的 有些境界就能帮助你醒来 有些境界就是让你堕落的 轮回的 知道吧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也是 你现在一直佛法 佛法也是个幻境 幻法嘛 就像有病一样嘛 但是佛法可以让你觉醒 你去澳门赌场去赌博去 那个法让你轮回啊 可能让你染上喜气 知道吧 这两个法是平等的啊 都是幻境啊 赌博 学佛 这两个法门是平等的 他没有好坏啊 他都在梦境里面 你说这个梦 比这个梦更好吗 你在赌博那时候更快乐 我告诉你 打坐多利啊 是不是 那个赌博那个上瘾了更快乐 满足欲 这两个法门没什么 他本身没什么错 是你就他干啥 你要去赢钱你就得赌博 你要想成佛你就得进座 我告诉你 你的移植这个东西能让你觉醒 知道吧 这个东西你很难移植 但是说明天你成就 你快成就了说 我就去赌场看看我赌博的时候 能不能入定 可以啊 是吧 那你就那这个法门也成了你的修行法门了 是吧 人家六二祖不是也去纪约修吗 是吧 看看你能不能入定啊 是不是 你定不住啊 是吧 你被镜转被摄像转啊 被输赢转啊 输不起啊 也赢不起啊 是吧 你看你赢了那起心动念 高兴的 是吧 你如果你的所有快乐都是一直外景获取的 你坐在这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定会不快乐 你那些快乐一拿走你就不快乐 如果因为他夸了你 因为他表扬了你 因为你获取了美丽的衣服 因为或者什么 哎呀今天没那个口味等等啊 告诉 啊因为我 我找到 我谈恋爱了 因为我妈怎么了 我爸我我我我名利琴获取了 或者我赢钱了 赌博我喝上美酒了 就是 酒鬼嘛 要喝酒 如果凡是一直外景获取的快乐 你就知道 那靠不住 有一天那些外景会消失的啊 你你怎么 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你怎么快乐 是吧 你都坐在这一个人的时候 你能不能快乐 你都问问自己 你有能力快乐吗 是吧 你能不能 如如不如坐在这 静静的喝着杯茶 享受着无限的乐趣生命的乐 生命本身就是乐趣 是吧 你活着很快乐的活着 你一个人可不可以 如果一个人可以 那没问题了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也享受 那又不是罪恶是吧 你说我买了件花衣服很开心 你这是最恶吗 是吧 有人说你就不能不买那衣服 这就跟你较真嘛 你说我就想 是吧 那就这样是吧 无所谓是吧 但是刚开始我们就是医治的 也不要否定这些方便法啊 刚开始是要医治这些 你刚开始很难受的时候要医治 比如说你病了 你要医治药啊 你不能说既然是个患者 让他病吧 是打结果让他空掉 你哄不掉啊 你要吃药啊 你要里聊外聊啊 然后呢 比如说你今天真的很烦 你说我以前呢 我出去逛逛街买个新衣服 我就不烦了 那就去逛街买新衣服啊 没关系的 只要在你的能力范围里啊 你就是去买这个衣服是可以的啊 也是个法门了就 宰石的桥嘛 就要打个麻药都可以的啊 这都不是错误啊 都是方便法啊 法无定法啊 嗯 就是我这位是正好他在学说明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慢慢诸佛 所有的佛弟子都应该把医治法作为你的骄傲 知道吧 医治佛法来获取快乐 获取骄傲 获取你的富有 就是说 一旦你和我或者是你 你就觉得你富贵啊 人中第一嘛 富贵什么都是第一 是吧 你就要开心啊 不要说 慢慢要转移这个医治的重心啊 以前是 以前是这个世界获取了名利请你很开心嘛 现在 我又知道一句佛法 而且那句佛法对我很重要 哇 你就要庆祝三天 我告诉你 就很开心 要慢慢转移啊 我就是说你的意识里面要转移这个 慢慢知道你本来是佛 你要那个富贵要放光啊 你要心花怒放啊 你要知道你本来是佛这件事多开心的事啊 是吧 那你成佛有望了 你知道这句话多难闻到啊 释迦牟尼佛 你说生生世世 没有佛出世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 你一定认为你生生世世是个女人 或者男人是个什么 你不会知道你是如来这回事的 你要知道在你心中如来又多么高大上 是吧 多么伟大 你从小看西游街就知道 如来是无 连孙猴子都被他压山底下了 发力无边了 你竟然是跟他同一样的啊 只不过是你现在没成 没活成他那样子啊 你活成啥样子你不知道 活成啥样子 活成小女人啊 小男人就这样子啊 为啥呢 执着呗 此时不放这个男人的境界 女人的境界呗 你扣住这个梦不放啊 你能醒来啊 是吧 这不觉醒就是 那如果你放下还有法门吗 是吧 是你放不下才有法门吧 然后说法门也没让你放下 那怎么办呢 醒不来呗 轮回呗 是吧 老师我学了法门了 也没放下 再换个法门呗 换了二百个了 也没放下 那慢慢来呗 不急啊 不急 不就再挪回一辈子吗 是吧 Diversity 是 Clint很健康的 这目前的途中 新轮 m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